好,我们继续上课 这个 上个节奏呢,我们讲到了 讲到这个 第一种 一种测序来寻找每个人的 天象术啊,什么的 然后呢,也 说明了 全基础测序的 这个重要性 我们讲这个 智商啊,什么的 这些东西啊 是 与基础测序的关系是只有 全基础测序才可以 才可以找得到的啊 所以说呢,我们说那些所谓的非编码区段 这些非编码区呢,它 它们究竟是有什么样的作用 它们在我们的基础测里面 是垃圾还是真正 是有用的东西,却被我们忽略掉 OK 那么,当然像这个 这个是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做的一些 儿容天赋的一些案例啊 这个上面是 这个列表呢,是我女儿的 一些这个 这个 这个未典的分型的状况 以及它 会有些什么意义啊 比方说这个爆发率 对于很突出的STN3 这个是典型的爆发力基因 当然 目前来讲 像我们 我们对于爆发力的判断是有几十个基因来 来构成的啊 但是 STN3是无医生室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基因 那么 它这个 预蒙爆发力是很突出的 那么这个跟 这个 这个基因呢 是人类最早 研究跟体育有关的基因之一 那么在 短跑运动员 呃里面 是 呃 短跑拳击等等 像这样的一个项目 它对爆发力要是非常高的 这样的项目呢 如果你这个基因的 呃 577位 呃 R基因型 那么也就是在基因组上 一般来讲是 呃 存核的C的话呢 你的爆发力又很强 那么我的女儿呢 在 呃 在幼儿园里面是没有人敢欺负她的 那为什么呢 这个 被她欺负之后 那 呃 会反过来被她揍得很惨 那这个呢 既然是两个C嘛 大家可以 可以想象其中 起码有一个C是 从我遗传来的 嗯 那我呢 以前 呃 小时候 天的甜心训练 但是也能 到这样的程度 就充分说明了 呃 我自己测了一下 我自己的也是也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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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机器啊 嗯 充分说明了 这个基因真的是能够直接决定你的很多的表情呢 这跟你训不训练其实关系真的真的不大 那大家是可以看到那个苏敏天是吧 我们也是极大的骄傲之一了 苏敏天呃这个中国飞人是吧 训练的非常辛苦 但是呢想拿冠军还是非常难的 像尤其是在奥运会上你想拿冠军那是非常难的 那是跟博尔特 那你怎么比啊 没得比啊 是不是啊 人家有基因优势啊 那所以如果像 像我从小 因为我小时候那会儿没有这些 没有这些科技 如果我小时候 知道这个的话 然后去田径队如果去训练的话 估计现在没有出现什么事 所以说这个基因的基因所决定的天赋决定了你能力发展的上限啊 这个我们对天赋基因这个东西是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 就是我们要客观认识到你的很多的性状 你的很多的能力是由基因所决定的 他能够决定你能力发展的上限 而天赋基因所携带者所能达到成就 与后天培养训练就更有关系了 当然了你像我这种例子可以说明 你如果有某个天赋基因的话 你即使不训练 很可能就能轻松达到别人训练很久都达到 都没法达到的一个高度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站到世界舞台上 到这个高度的话 那么你对后天的训练 要求也是很高的 并且教育心理学几十年来 应该说上百年的研究结果的积累 都显示出一个事实 那就是每个人的能力的培养 每一项能力的培养 它都是有一个窗口期或者叫做敏感期 大部分敏感期在12岁就结束了 大部分能力的敏感期结束了 在12岁就结束 也是在敏感期里面你培养 你进行训练的话 尤其是进行初始的这种训练 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事半功倍 过了之后 你还能训练 但是效果就会大的时候 比方说我到了大学之后 我还真的是专门去请教过那些专家 就说我如果从现在开始训练 我能不能 这个这个在 我通过一会就不指望了 能不能就比方说 在什么全运会上面 展顾头奖之类 然后 那教练就跟我说 你还是省省吧 你都这个税数了 就别练了 都上大学了 你就真的别练了 因为你就算练的话 你的提高也是有限的 当然就从国家二级运动员 可能能够提高到国家一级运动员 但以此而已 你想你想拿金牌 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说从小进行识别 和有真正性的培养 就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如果我们是先知道这样的信息 就可以扬长弊短 精准快乐的存在 这个是查天赋基因的这个要义 所以现在来讲天赋基因 这种产品 就有很多的公司 但是不管他们测得准准 或者说他们有没有这种能力 去进行这种全基因组的 准确的终份评估 但是他们都会去卖这种噱头 然后也有很多的这个家长去 趋势若鹜的去购买 这样的一些服务 那么他们都是看到了 看到了像这种服务的这种潜力 也是他们能给孩子所带来的 终身的一种 那么虽然从2006年开始 很多媒体都认为 天赋基因是那种有水人权的 什么的 就是他在进行一些所谓 政治正确的宣传 但是这种东西的魔力 也让人 也让人欲罢不能可以这样讲 因为他确实能够给人 带来太大的好处 而且呢所带来的这些好处 也都是有坚实的科学基础的 而并不是真正的下载算命 所以呢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基因算命我们可以看到 Genetic Fortune Telling 直接翻译过来就是基因算命 这个东西就入选了 MIT每年他发布的 全球十大突破性技术 大家知道这个 MIT每年公布的 发布的全球十大突破性技术 这个东西是很权威的一个玩意 他绝对不是说来讲笑 那么他这个地方 Genetic Fortune Telling 也就是基于每个人的基因组信息 来预测你一辈子会发生些什么事 包括你的能力决定了你的成就 决定了你可能发展的方向 然后你的跟疾病有关的东西 会决定你在多少岁的时候 得什么样的疾病是比较可能的 这些东西对于一个人的人生 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如果说你从出生的第一天 就知道你的基因组信息 并且拿到所有的这样的列表的话 是让你对你的一生是可以有一个规划的 而不是说像古人那样只能听天有命 现在我们有我们有现在的科技 所以这也是我们给大家 在这样的课程中 使用这样的全基因组 全基因组这个实践机会 就有这样一个意义在里面 然后再 那么天赋基因的这种研究 它最近累积出来这种数据过 然后加上基因编辑技术 我们现在的基因编辑技术非常火 对吧 你可以把一个 现在全人的这种 基因改造不太见识 但是从一个收听脑开始 我们还是可以来进行基因编辑的 比如说你虽然现在没办法对你的基因进行编辑 但是可以从现在开始规划对你的下一代进行基因编辑 从精子暖子这个层面上面来进行编辑 那么在普京在去年 索契世界信念节上面 谈到基因速度科技的时候 表示在不久的将来 按照人类意愿创造的人 将会成真 所创造的可以是数学家 音乐家 也可以是一个完全没有恐惧 悲伤和痛感的军人 也就是说 我们根据这一些 这个基因 这个天赋基因的数据库 我们知道 什么样的基因的分型 它对应着什么样的才能 对应着怎样的这个 对应着怎样的这个性状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基因编辑技术精准的去修改每一个简机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造出一个 你的下一代可以造成 你造出一个你所想要的那个样子 所以这个是已经上升到一个 上升到一个国家利益的高度 你要想想看 如果一个国家 它从这个方向上去忧生忧郁 那么 它的下一代 它的竞争力就会比其他国家要强很多 大家可能知道 这个希特勒在二战的时候 曾经组织德国的 这个年轻的父女 在一个地方和那些 这个高大和金帕碧眼的 这个日耳曼男性 他们有专门的 有一些生命中心 这些女人在里面 什么的其他的东西都不用干 你看养尊处优的就是生孩子 是纯种日耳曼的 这个血统的孩子 这是希特勒的人种改良计划 这个历史上是真实的有据可查的 事实上所有的 包括新中国成立之后 进行这个生命控制 我们这个 这个这个 减少人口数量 你再怎么样去发展教育什么的 那都是扯难 对吧 所以说各个国家 它都有相应的 这种人口数字提升计划 美国也有 所以像这些 就是 对于 天赋基因 的研究 加上基因编辑技术 今后 将成为一个国家 能否存活的 关键因素 这和政治政权没有半个关系 无论你是承认也好 还是不承认也好 这一天中生到来 如果你忽视 你拒绝 那么你的下一代 将比别人的下一代 有劣势的多 如果一个国家忽视 这方面的研究 不进行相应的干预 那么这个国家的下一代 就将逐渐的 没有办法 去和其他国家的年轻人竞争 普京的原话 谁在这技术上取得领先地位 谁就能主导世界 一旦当这样的一个事情 上升到一个国家战略层面的时候 你再想抵抗 那就是违背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违背自然规律 违背历史发展的潮流 那么除了这些之外的话 这个话题可能有点沉重 那么我们看个别的 这个连西点和吴小慧都是我的学生啊 然后他们在16年的时候呢 16年1月份结婚 然后我们就都到广西 因为连西点是广西人 然后吴小慧是山西人 然后我们都到广西去参加他们的婚礼 我们整个实验室啊 于是呢 在这个婚礼 在婚礼上面呢 他们想请我啊 去给他们讲 讲几分钟 于是呢 我们实验室策划了一次 他们的缘分的分子生物别分级啊 这个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对他们进行全机有策序 然后我们偷偷地采集了他们的样品 很简单 白一头发就行了 对不对 然后呢 进行全机有策序 然后呢 找他的这个SMP 然后呢 与中国各大地域人群进行比较进行剧烈分析 对于怎么 剧烈分析怎么做 这个我们 这份课上后面都会讲的 好 因为我们实验室呢 集累了很多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有华北人群有很多的 然后呢 有山西的人群 然后有梁广的人群 然后这个地方还来一个失散多年的兄妹啊 这个 这个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 失散多年的兄妹 他的SMP的这个 位脸的这个pattern是非常像的 对吧 他应该是非常像的 然后呢 其他的就是这些都是没有血缘关系的 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遗传距离 就是比那个失散多年的兄妹要大了多 大概是在这样一个一个水平之上 那我们可以看见不同地区的人群之间 不同地区的人群之间 他的在SMP上面是有明显的差异的 所以说 现在不是有一些娱乐性的经济检测 像这个什么 Tenis and Mia之类的 那种公司 几百块钱给你测一个组员 就是什么你的组上有59%的 这个什么韩国人血股 然后有30%的这个蒙古人的血股 什么什么之类的 就是实际上就是类似于 从这样的一些信息里面去得到 但是怎么算这个 或者说这样的方法科不科学准不准确的 这个是有待讨论的 但是至少来讲 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地区的人群 他的这个SMP之间是可以明显的分开的 我们可以看见 这一支下来 这一支下来 这边全部是华北人群 然后这个山西人群 然后这边是阳广人群 然后我们看联系里头 会在哪里呢 诶 居然都在山西人群这一支里面 联系里是广西人 他是在广西柜里 出生了长大的 然后呢 吴小慧是地道的山西人 祖上多少代都是在山西 那我们居然发现 联系里的吴小慧 这两个人的SMP是比较像的 你看这个SMP是比较像的 而且都归属于山西人群这一支 于是我们在婚礼的时候 就专门去问了一下 然后发现联系里的奶奶 是从山西迁到广西去的 也就是说 从这样的一个方向后 我们去 我们从这个基因层面去 呃 去测这个组源 还是有一定的 还是有相当高的准确度啊 这个 这个 这个信息我们以前是真的是不知道 啊 那么两个人的 两个人的基因如果越相似 就越有 互相就越有吸引力 这个是有大量的这个研究所证明的 所以 人的缘分是从哪来的 我们说两个人的缘分 能不能看对眼 实际上是跟两个人的这个 呃 就是结论是联系里学会三星人的基因特等 然后他们也不存在近亲结婚的可能性 因为 如果是近亲结婚的话 我们这里有个近亲的positive control 在 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一下阳性对照 这个 他们的遗传距离应该很低 那么 呃 HLA基它是负责的 它是它是编码人白细胞抗原的啊 Human Neukocyte Antigen 那么 呃 你们修名医学吧 那么 都知道这个 抗体有很多种 它是怎么排列组合出来了吧 这个基本知道对不对 那么实际上就是由这个HLA HLA是抗体排列组合的 一个很重要的 这么这么一个基因 那么 HLA的种类越丰富 它可以排列出来的 排列组合出来的 这抗体就越多 对不对 于是一个人的抗体能力就越强 而且呢 两个人的HLA基因差异越大 生物相容性就越强 也就是说 这两个人 他 如果是亲亲结婚的话 这基本上HLA是一样的 对不对 生物相容性就很差 在很多的这个 在很多生物里面 我们 以前都学过 像植物里面 大部分植物 它是有自交不亲和性的 它是没办法自滑粉 对吧 没办法自滑粉 它有自交不亲和性 它其实 很多的生物里面 它都有类似HLA这样的基因 它们防止 防止 这个 这个 相当于 进行交配 而这个 导致后面的 后代的基因电化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年轻点投協会这两个人的HLA 专门把HLA基因拎出来进行分析 让他们SMP的状况 我们可以看见 这两个人完全属于两只 就是他们看 他们距离非常非常远 而且基本上 他们的每个人的HLA都是存核的 意思是什么呢 他们的生物相容性高 然后基因 他们的基因突变几乎都是存核 所以后代一定能建成他们 首要HLA的基因变异 提高复杂度 也就是他们的 这个后代的HLA复杂度 是 直接乘以2的 那么这种 HLA基因 这种这么复杂的HLA基因 给它的后代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使得它的后代 能够 所排列复合出的抗体种类 这个 无限丰富 可以这样讲 所以呢 HLA基因 在长期研究里面 HLA基因的 这个 如果越复杂 两个人的HLA基因 参与越大 夫妻感情就可以更加亲密 彼此更有吸引力 这是长期进化出来的 就是人跟人之间 它这个为什么会有吸引 因为要 要产生后代啊 对不对 产生后代的话 需要后代 是你健康啊 这样才有竞争力 对不对 在进化上面就有竞争力啊 那别人都生病死了 那我 别人的小孩生病死了 我的小孩活下来了 那我的心就能传下去了 是不是 所以说 生物体 它 这个择偶之间 就两个人择偶的 这种 这种亲密的感觉 我们就抛配一切的 这个 这个社会层面的 比方说 有没有钱啊之类的 像这种问题的话 生物方面的这种吸引力 实际上都是进化出来的 都是为了能够提高 自己后代的一个竞争力 所以说 第一眼看上去 看对眼的人 往往是 往往是真的是 很适合的啊 那么 所以它更有吸引力 自然的话 更有吸引力 然后呢 有较低的自拍流产率 因为 生物相同性强嘛 所以这个小孩就很健康 而且呢 生二倍更容易 这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生育率 就会很高 不像有些人 他要努力很久 才能够去生出孩子来 那么 才很容易发孕 然后心事儿 喜婚更重 身体更健康 所以是非常好的 所以以后的话呢 如果你们谁 要结婚生 还是先测个 先测个学基金组 看看你们俩 究竟配不配 这真的是可以做出来的 不可以做什么 好 我们刚才讲了 很多都是 健康人的 针对健康人的这种 这种 测序 能够得到什么样的信息 那么 接下来我们要 进入一个疾病的领域 这个可能是 大家是比较 比较关心的 但实际上 对我来讲的话 我其实是很不希望 大家能用到 这样一些技术的 因为你用的 CCT技术 基本上等于说 你都遇到了很大的麻烦了 医疗嘛 医疗实际上 更重要的是在预防 在你健康的时候 尽量不要去补得病 不过就像你得了病 问题也不大 现在问题也不大 有很多的疾病的话 我们还是有些办法去 我们还是有些办法去对付的 精准医疗实际 就是根据每个人的 特定的基因的状况 去进行 进行治疗 那么对于绝大部分的 这种重大疾病的话 我们都是可以通过 你的 germline的信息 也就是说你生下来 每个细胞里面都带有了 这种基因信息来进行 用药啊 之类的 我们上一节课有 有讲过一些案例 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们来讲一些 就是跟你的 germline 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 也就是 somatic mutation 其细胞突变 什么叫其细胞突变呢 基本上 其细胞突变是 主要是建于癌症中 我们以前都是 听说 听说这个说法是 癌症是由于 基因突变导致的 对不对 反正今天 我要告诉大家 我要试试来 跟大家证明 这一句话是错的 但是确实在小范围上面是正确的 就是某些疾病是可以由 呃 某些疾病是 某些癌症是可以由 基因突变来导致的 但这种降的癌症的话 并不是那么多 什么叫体细胞突变 体细胞突变的意思是 你的全身上下 每个细胞所有的这样的 那种基因呢 其实都 不会有癌症的 对不对 要不然的话你从 从那个胚开的时候 你就会 就开始长各种病癌症了 那么 那个显然你又不可能生下来了 对吧 好 当你活了几十年之后 然后 某天身上突然有一个 有一个细胞 哎 发生了一个突变 这个突变又不巧 刚好是一个 driver mutation driver mutation 驱动突变 那么 你只要有了这样的突变之后 你的这个细胞就会变癌化 对吧 它就会变成癌细胞 如果这个细胞 没有及时被免疫系统 发现并听除的话 那么麻烦就大了 它会慢慢长起来 找它一个中流 恶性中流 这比方说 比方说 比方说 这个是典型的一个 EGFR的 21号外编子上的一个突变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正常的细胞里面 它是G 在癌细胞里面 我们发现这个 在癌细胞里面 它变成了有T和G的一个杂合 那么这个 这个情况 这个突变 是经典的L858R突变 它是一个被最早被人认识的 体细胞突变 而且是 就是 只要 有了这样的突变 那么你这个 细胞一定来化 尤其在肺癌里面 非小医科肺癌里面 非腺癌里面 这种情况上很多 那么 这还是在09年的时候 人们就已经发现了 大概有一半多的 这个iPhone病人里面 是存在这种驱动突变的 其中 比方说Keras EGFR LKEML4 像这样的 这是个融合记忆 然后Kertool Graph 像这样的一些 这样的一些 驱动突变 是可以在大部分的 这个 你看说所有的 这些 有驱动突变的 占到一万以上 现在呢大概是能够 能够占到60%左右 所以说60%的 非小医科肺癌 你实际上 是可以找到 一些驱动突变的 驱动突变的意思就是 有这个突变 一定这个 这个细胞就矮化 它是这个 应该说 这个SOMATIC MUTATION 就是体细胞突变 里面只有一小部分 是属于DRIVAL MUTATION 还规定有 在并不是每一种 这个 都会出现 也就是说 我们SOMATIC MUTATION 是很大的一个范围 然后其中呢 只有很小的一块 是叫DRIVAL MUTATION 剩下呢叫什么呢 叫PASSENGER 就是有司机 有乘客 司机呢决定 我的这个车要开上 什么方向 对吧 乘客呢 那是随后上车的 如果说这个司机 他开着方向错了 大家会怎么样啊 就是那个 那个重庆万州的那个 那个公家车一样 开着江里去了 是吧 那乘客呢 乘客就跟着一起死了呗 是吧 好 这个DRIVAL MUTATION 你只要有了 他就一定会驱动这个细胞 癌化 然后会导致什么 导致所有癌 癌细胞里面 都有一个特定 叫做基因组不稳定性 就我们知道 一般的细胞里面 它都有一套基石 去防止这个DNA 反而突变 对不对 在癌细胞里面 这套基石会弱化 甚至是完全消失 所以它的这个 各种的变异 就会分治它来 对 开始你有了 一个DRIVAL MUTATION 之后 后面的PASSENGER 都上来了 越来越多 大概是这么样的情况 那么 我们 为什么要去搞清楚 有什么样的DRIVAL MUTATION 因为DRIVAL MUTATION 是最强的 如果说 我们把这个方向盘 拔好了 那么这个车是不会翻的 对吧 所以说 要解决这个 解决癌症问题 如果它有DRIVAL MUTATION 的话 我们从DRIVAL去路上 把它纠正回来 那么整个 这个癌症 可以得到很大的狼解 这就是目前 拔线药的原理 拔线药 都是针对DRIVAL MUTATION 的 也就是 我把你这套 这个DRIVAL MUTATION 的作用给抑制掉 比方说 用这个 TKI 就是这个 光安生肌酶 抑制 我去抑制你相应的 像EGFR就是一种 光安生肌酶 我们把这个 图形给抑制掉 那么 有EGFR突变 所导致的 肺癌 就会被得到医治 所以这个是 测到有什么样的 这个突变之后 你才好用 把枪药 所以说 不进行基因检测的 把枪药的治疗 都是传用的 因为有这么多的 不同的突变 它所应对的药物 都不一样 甚至来讲 比方说 EGFR里面 有多种多样的 这个突变 如果你搞不清楚的话 那你后面 就没法治了 那么 我们都知道 癌细胞 它这一图癌细胞 它会混在正常组织里 所以你就算是 进行这个 穿刺取样 你取到的 也有很多的是 正常的细胞 而且 这个突变 在癌细胞里面 它的突变率也未必那么高 所以 一般的30层的 这个覆盖度 就不够用了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把这个 测序的深度 拉到100层 200层 一般才够用 但这个时候 如果用全基因组 测100到200层的话 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 所以 咱们就想用办法 既然来讲 我们这些所有的 Driver Repetition 全部都是在 那个 幻线值区段里面 那么我们进行 测序 我们把想要看的这些区段 给捕获下来 专门进行测序 那应该 没有什么 那也可以达到 我们的效果 对不对 但是我可以大幅度的降低 我的测序 通量需求 因为我测那些 我想看的段子 所以的话就是 这种方式 叫做Targeting Sequencing 这个 这个 目标区段测序 我们把目标区段 用探增性的方法 来进行俯获 或者用PCR的方法 进行复记 然后来进行 来进行检测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 这个是我岳母的 这个肺癌组织的 测序 的结果 我们用了96兆的Capture 就是 捕获区段 总盘96兆 10GB的这个 10GB的这个数量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中卫的这个 coverage 已经到了100 100层以上 然后 这是全金主测序 测了120G的数据 的话 我们的中卫覆盖度 才在40层 这样子 那么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 如果你想用很少的数据量 达到很高的这个 覆盖度的话 那么 就 还是要来捕获一下 这个效率会高很多 反正我们看到了 看了位置就可以了 然后 这个 取样的话 我们 这个 呃 像肺癌的取样的话 目前呢 穿刺的话就是在一些 影像学的 像B超或者是 这个 X光的这个 引导之下 打一个增进去 然后呢 从里面取 很小很小的一块样出来 就可以了 这种方式 是很直接的 可以取到这个 癌组织的 但是呢 这个只有在癌组织 长大到一定程度 比较到2厘米以上 你才容易穿准 不然的话 你是白癌一针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我岳母的 这个实际的程序的状况 啊 那么 T这个版本呢 是Normal 多么 呃 呃 我们可以看见 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 这个 这个正常型的 呃 这个剪辑已经 不占优势了 那么 要多的是 这个L858R的这个 这个版本 那么 这样的一个 呃 情况的话就很明显 它是有这个L858R呢 啊 这种 有这种忽便 还有一些没有了 还有一些没有了 有1%没有了 然后你把那99%全杀了 剩下那1%就涨起来了 然后你这个钥匙对上面有用的 所以说 呃 用靶腔药其实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法 你千万不要有 靶腔药可以让一个人 可以让他去密血很久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好 到了 然后10个月之后他耐药了 耐药了 这个时候肯定是不管用了 对吧 那么 那些没有这种不便的L858长起来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去医院里面一查 照个CT 照个CT 然后就发现他那个 呃 组织还是太小 没法穿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所谓的liquid biopsy 就是液体活检 真正的 就是一般的活检都是用穿刺的这种方式 来进行活检 或者手术中去医化 来进行活检 那么 怎么叫液体活检 就是从你的外周血里面 抽一块去 然后从这个里面去检测 这个种类的指标 那么 目前liquid biopsy这个上面 有两个 两个大的方向 一个是cell free DNA 就是在 游离于 血清 血腔里面的 这种 啊 DNA 还有一类 是 外密体 现在比较火的 外密体 然后呢 在cell free DNA 里面有两大 比较多的应用 一个是 CT DNA 就是我们去找 循环肿瘤DNA circulating tumor DNA 然后这些是肿瘤细胞坏死之后 放出来的 释放在血液中的这些片段 另外一种就是 无上残检 所常用的 Fetum DNA 就是从胎儿来的 DNA 在母体的外周血皮 是会存在的 那么CP DNA的 这个主要的检测的 检测的麻烦在于说什么 你的血液里面 这个cell free DNA 大绝大部分 是你正常细胞凋瘤 所放出来的 凋瘤小体内 所含有的那些 所含有的那些DNA 这是正常的信息 那么 你的这个 肿瘤 毕竟在你的身体里面是少数 所以说 你必须要有 非常非常高的灵敏度 能够检测到 0.01%到10%的 这样的 这样的这个 检测线 你才能够有可能 从晚期肿瘤患者里面 去找到 这个 主流的信息 那 普通的 雕容小体里面 普通雕容小体里面 这个 是 我们说 这个cell free DNA 它平均来讲 是170-180 和在往的长度 这个我们学 细胞生物学 这个细胞雕容里面 是有讲过的 那么我们来看 这个也是我岳母的实际的 实际的数据 我们可以看见 这个测试完了之后 它的这个峰值 大概就是在170-180 这个 那么 这个峰所代表的 就是 比较正常的细胞 所丢出来的 所丢出来的 这个 这个cell free DNA 那么 CD DNA 由肿瘤丢出来的 一般会短一点 140 BB 我们可以看见它140 左右 会有一个第二个峰 所以有第二个 正常人的话 是不会有这个 这样的动作 它会检查 这样下来 所以说 从这个里面 我们可以看见 确实这个肉眼都能看到了 说明它的CD DNA 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说是有相当的检测的意义的 然后呢 我们就对它来进行 在耐药之后 我们对它进行了这个 这个疫情案 就是做了CD DNA的测序 然后这个测序的深度呢 我们测到2400层 2400层 那么当然显然我们也是 捕获区断来进行测序 不然的话这个成分是 没有办法承受的 那么阳性队长 EGFR WR它不会完全消失 这个时候 不会完全消失 那么它突变率 完全是5.35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 是 确实测到了这样的一个 有来了这样的突变 所以我们的测序是有效的 然后呢 我们看呢 俄罗汽尼 那样的突变 有一大堆 已经知道有一大堆 我们就逐一去检查了一下 都 就发现这样的一些 代药突变都没有发现 但是发现了一个 代药突变 是这个D76E1 奈了这个俄罗汽尼 然后突变率 还高达了8.19% 于是这个代药的现象 就得到了解释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 有备选的药物 二基金尼 是一个备选的药物 我们再看一下 它没有发现 CCOCS 也就是说它不会 耐二基金尼 于是呢就可以进行 用二基金尼 治疗 那么到目前来说呢 它 这个换二基金尼 已经16个月了 一切非常良好 当然了 再过一段时间 它肯定也还是会耐药 所以到时候 我们还得再测 然后再看看 有没有其他的药物 那么 像这样子换下去的话 实际上你是 不断不断的把 好杀的这个S1 全都杀了 剩下的是 越来越难对付的 这个S1 所以说换到医疗 一般来讲 像肺癌 还算好一点的 药还算比较多 其他的癌症 也有可能 一开始你就找到任何的药 但是呢 CCDNA这个东西 目前的检测是非常不好复的 这个是 这不是我瞎说了 这个是在2017年 上发了一篇文章 他是把40个病人的CBNA 送到两张测语公司去测序 那都是美国的测语公司 而且都是很知名的 测语公司去测序 结果相同的只有12% 部分相同的22% 结果完全不同的是64% 像这样的结果 你说这医生该咋用药呢 对吧 你这个测序 本身靠谷的情况之下 这个得到的信心 出来的报告是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 然后医生根本没法 你开了个药 然后我告诉你 这些药都不便宜啊 那个 那个厄罗替尼 一个月 这么要 两万四 还好 我们就能够参加 他的那个 参加那个药厂 所举办的那个 慈善征药活动 就是你买四个月的 这个这么要 然后后面就送你 但是 前面四个月 四个月的药 也是够贵了 后来奥西尼 奥西尼是五万八 正买药五万八一个月 显然我们买不起的 所以怎么办呢 只能买印度药 然后买印度药 大家也知道了 这个完全看人品的 所以这个 万一如果说你测错 这应该测错了 医生开了个药 你花了几十万 老花就没用了 越是越差 那这是非常令人 被伤到老虎的事情 对吧 所以说你看 现在国内的 以 以CDDNA为主打产品的 有两个公司 一个是北京的范城市 一个是深圳的海德洛斯 这两个公司 从来没有盈利过 从来没有盈利过 然后他们很多的这种客户 都跑到我们这里来 让我们重测一遍 所以说这个测的靠不靠谷 这个目前来讲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它容易测不靠谷 你都把它补过下来了 测到几千层 为什么还不靠谷 我告诉大家的是 因为当你的要求检测的这个突变下限很低很低的时候 它会淹没在测序仪的偶然误差的造成中 我们可以看见 当2%的这个mutation rate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见很清楚的 我们可以测到它 但是 当1%的mutation rate的话 我们可以看见 基本上和这个背景造成 基本上会被背景造成中 所以你又不知道 你测到是测到了这个公间 还是没有测到这个公间 更麻烦的是 CTDNA 它在二期的肿瘤里面 减出率不到30% 在四期 也就是你都快死了 这种中末期的mutation rate 减出率也不到70% 非常难检测到 所以说你能够检测 哪怕是用最好的技术来进行检测 也存在着漏减的可能性 然后它的成本也是很高的 那与此相比的话 X2M4在液体过体方面的优势要大很多 因为它是从活细胞丢出来的 然后呢 可以在甚至做到零期发现 例如说还不是临床上还不能被认为是癌症 它只是癌前病变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从你的这个血液中显示出来 而在一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项目啊 在跟一些医院站合作 可以具体的数据方面放出来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 我们已经可以做到乳腺癌一期的百分之百的发现 甚至某些的话我们可以做到零期发现 而这个一期发现的话 大家知道乳腺癌本身进展就比较慢 一期发现它的治愈率是很高的 而且的话 我们看到的是Evson它包含的那些麦克尔额 都是一些小的RNA 于是的话我就不需要上大部分的测试 我们上这个QRTPCR就行了 因为我在研究间的男人弄测试 测试完了之后我们选择BioMap 往往是有少量的几种Evson麦克尔额 就能够代表这个基地 于是我就用RTPCR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你们可能就是几十块钱 上百块钱就可以来进行检测 那么就会又敏感 然后又可以做着早期发现 然后又便宜 那我们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 一个当然这个不是癌症的 这是我们已经发表的一个 就是川西病的这样的一个检测 川西病是目前小孩常见的一种 这个心血管疾病 那可以严重起来可以死人的 它早期的症状很像感冒 很像病毒感染 所以没有经验的医生往往会不诊 当成这个病毒感染去治疗 但当然是肯定治不好了 等到这个明显的心血管的症状出来之后 再去治疗就已经好 这个时候往往会死人 现在这个小儿川西病的发病率 现在连连判生 现在在两广地区大概是百分十几 所以以后你们有小孩的话 会很担心这个东西 那么怎么样做到一个早诊 而且很准确的一个诊断 把它跟健康人以及是跟病毒感染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健康人 然后这个是川西病的病人 然后这几个是病毒感染 然后这边我们可以看见 这是健康人 这是川西病患者 然后这一坨是病毒感染的 就用了什么 就用了四个Maple RNA就可以检测 整个检测 检测费成本的话 如果你们自己做的话 大概也有100块钱的样子 然后你可以非常精准地说 这是两个中心的单网实验 我们之前是完全不知道这些病人具体信息的 测完了之后图画出来 然后对方才给了我们每个样品的这个信息 然后我们就预队 只有一个是这个甲阳性 它实际上没患病 但是我们把它归入了这个患病毒 这可能 这有可能是什么 甚至这种人是有可能是早期患病 它还没有 这个还没出来的 我们没有继续跟踪它 总而言之就是这种 就是Sensitivity Specificity 都能达到100%的这种情况 非常在这个医学检验上面是极少见的 但是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只有一个中心 然后这个纹都没打回来 review要怎么说 我不相信 能有这么好的分析效果 后来我们又做了好多 终于做出了一个甲阳性 OK 这样子别人才接受 就是我第一次遇到英文结果太好 而被聚搞的情况 好 好 那下个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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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